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领导 打电话呢 你是不是在发动的支持者 真跟张子浩来个正面PK啊 李莹啊 我曾光明 这样 明天啊 你这个约一下咱们所有 开民宿的几个村民 上午十点到股仓 咱们来开个会 具体内容咱们会上说 好 拜托了啊 领导 我一直都是你的特别助理 像这种打电话 通知人 泡泡队 播个广播什么的 你让我去做休息啊 我给你去打电话 我 清禾 是我 明天啊 你带着咱们村里啊 跟你在海星村 所有学制茶的这些姐妹 回村里挡 全都带齐了啊 好好 早休息 哎 领导 你别忘了通知桂花嫂 她可是你的铁杆粉 她一定会支持你的 千万别忘了她 要不我给你去通知 我 哎 桂花 啊 是我 明天上午十点 股仓 一块儿来开个会 好 早休息啊 领导 你好像忘了通知我啊 你不是本村村民 可我是食材花园的经理 村里民宿的主力 我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行啊 想听你就在旁边听着吧 哎 好呀好 那咱们商量一下 怎么去动员这些村民 反正一定要把大家 抵制张子浩的信心 给动员起来 好 来 雷套 哎 我要不要拍个现场视频 鼓舞一下大家 哎 我要不要上门跟大家 商量一下 一下吧 蓝蓝 看来领导这次是真心怪我了 蓝蓝 你觉得我跟领导的关系 还能恢复到从前吗 嗯 连你也不看好我们会恢复到从前 蓝蓝 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要走了 来 来 石川 李石川 你怎么在这儿喝酒啊 这儿怎么着 多好啊 一眼望见前村 炒亮 来 坐坐坐 来 来 冷啊 有点 不用 李主任 真的不用 没事 谢谢 喝点 走 好了 喝点酒啊 暖和一下 来 来 暖和一下 嗯 前些日子村里人怨恨你 孤立你 我其实挺难受的 对了 好 现在看见你好了 我为你悬念的心裁放下来 雨露 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那这段时间呢 跟你接触久了 我发现我慢慢喜欢上你 做的菜 不是你发现吗 比你长得一种 用中的价值 你对我来 我眼泽吗 你你干吗 你看了一种 destroys 因为你肯定了 你才是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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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抱一下 你不抱你了 你还不会把我看的 你都疯了 是什么 你是不是 李主任 我 徐春 以后你 叫我哥 建恩哥 有点不好意思啊 徐春 你不是说 在咱们村没有固定的家吗 我给你安一个 以后你就踏踏实实地 待在咱们村 等这个大宫庄起来以后啊 我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你就跟着我干 享受百万年薪 享受这个国外度假 以后出门啊 不带身份证 带护照 我咋说了半天 你还不高兴了 你咋了 你还不高兴 建恩哥 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 但我想告诉你件事 不然我叛逆以后 说我骗了你 骗我 其实我是刑满释放的 刑 刑满释放 你犯啥事了 我在老家结过一次婚 我还有个儿子 我 我前夫是个赌鬼 他赌博输了好多好多钱 把家都快输光了 他就把我两岁的儿子 爱给人贩子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 孩子已经都被人抱走了 大马路上我就跟他撕 我就跟他打 我当时疯了 听我 我不小心 我一失手 我把他推在那个马路上 刚好就过来一个卡车 就把他给撞死了 我 我真的特恨他 但是我没想他会死 啊 杰哥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改 活该 你那个赌鬼丈夫啊 死得活该 帅川 你有这样的经历 更说明你就是一个好女人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 没人会在意你的过去 你就踏踏实实地待在咱们村上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有你健安哥在 你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孙叔叔来了 孙叔叔来了 你的甜坑粉都来了半壁江山 这一局我们稳赢的 坐坐坐 来 大家都来了啊 不好意思晚来了一会儿 行 那咱们就现在开会 最近啊 大家都知道咱们村子里 有了一些新的情况 在这儿我也就不多说了 健安来了 孙叔姐 来 坐坐坐坐 来 坐坐坐 我平安了 我这儿 我坐这儿 咱们的客人 رب腿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 Joe JOHN 口感觉 我总好 我上去了 我要称套 你为什么要拒绝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坚持后一条 当然我也知道 一边呢 是还需要奋斗流汗 才能努力达到的一个幸福前景 另一边呢是眼见的 触手可及的 大量的土地补偿款 我知道 这个选择让大家很难做 而且村子里大部分人 都已经动心了 好多人已经都只等着 跟张子浩签约拿钱 已经无心本业 这种心态的蔓延 也已经让我们村子里的 各项工作 陷入了停顿的局面 所以呢 这也是我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 开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张子浩的计划看上去很美 但是他这个结局 必定就是过把瘾就死 你们既然都是 孙书记的铁杆粉 就应该坚定地站在 孙书记这一边 而不能被眼前的利益 所蒙蔽了 决一 你坐下听我说 我就是想帮你说句话嘛 不需要你帮 但是这个徐老师 这个过把瘾就死的 这个比喻还是 清晰的啊 对 说得也对 但愿这个别被 徐老师给说中了 本来就是嘛 一笔土地补偿款 能管你一辈子人生吗 一锤子买卖做不得 是不是啊 林导 对 徐薇一这句话说得是对的 一锤子买卖 我们绝对做不得 不对 徐老师说得完全不对 张总在发布这个方案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伙说过了 等这个大农庄建成以后呢 每个人是都有职位的 都是要发工资的 怎么能叫一锤子买卖呢 那还不是要看 别人的眼色工作吗 我用我今生的经历 告诉大家 如果丢失了自主权 给别人打工 是真的不好受的 再遇上一个黑心老板 心胸狭窄一点 你就算犯了一点点小错误 他都不肯原谅你的 那是雪上加霜 踩上交踩 这头都腿了很麻烦的 你们知道吗 对对对 徐老师 你这话说得 再说光明书记呢吧 没有啊 你不要乱说 不要对号入座 好 你你你快坐下吧 这个 咱们接着回到 咱们的主题上来啊 我知道 其实不管我怎么跟 村子里的人去说 我也不能强求大家 认同我的理念 因为归根结底 咱们村子未来的选择权 只能是在咱们全体村民 的手里 只不过 就目前而言 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们村子陷入等待 空转的局面 我们必须要继续动起来 我们不允许那个土地 撂荒在地里 所以啊 大家必须 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 做好自己的工作 做好自己的事情 种好自己的地 民宿要正常营业 我们依然要对城里来的 自主游游客 做好我们的接待服务工作 依盈 你们这边能做到吗 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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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现在呢海清茶呢 也成为了我们村子一个 经济增长新的亮点 清禾 你能把海清茶的推广 做得更好吗 那个 海清村的姐妹们 咱们也给孙书记表个态 咱们能不能做到 能吧 能吧 好 孙书记 还有我呢 当然 你的这个工装坊啊 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好就行 我相信你一定能经营好 那当然了 我才不会停下来做等人家 住我家地呢 我现在啊 接单呢 接得手都软了 还打算再踢俩新人手呢 太好了 桂兰啊 咱们的有机蔬菜 你也要费心盯紧一点 另外就是啊 你再多费着心 去看看其他那些 把地料荒在地里的村民 统计一下这些人数 去做做他们的工作 告诉他们 这是庄稼人的本分 只要土地 一天在我们手里 就要递尽其用 得种菜 得种庄稼 不能闲置 好的 孙书记 我刚好对推广 咱们村有机蔬菜 也有些自己的想法 回头我抽空再找您聊聊 好 最后啊 我想对咱们几位 党员同志说几句 大家都知道 最近村子里的人心 的确是有点散乱 但是我们作为党员 咱们是村子里的主心骨 咱们的心绝对不能乱 所以 我们要扎扎实实 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质工作 大家能做到吗 能做到 能做到 先说一放心吧 来 来 她 她 领导 我跟你说样件事 你说 我 我做完这个月 我就离开了 为什么呀 怎么想到要离开呢 你之前不是一直干得挺好的吗 你想清楚了 我 我想清楚了 我又不可能干一辈子民宿 不 再说了 你这第一书记任期满了之后 你也得离开 那你离开了之后我也要离开 那既然早晚又离开 除非 除非什么 好吧 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 那你就干到这个月月底吧 来 孙叔姐 在忙吗 来 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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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坐坐坐 坐 有事啊 咱们白天开会的时候 我不是说对推广咱们村有机蔬菜 有一些想法吗 我想找你聊一聊吧 好 你说来听听 是这样 我呢 想开一个网店 主要就卖咱们村有机蔬菜 当然同时也卖一些 像五彩煎饼这样的特色农产品 你觉得怎么样 咱们想一块去 真的 你看 我正在这儿 查这些相关的资料 你看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马上建一个网店 这儿啊 有一个蔬菜产业的扶持计划 政策呢 就是免息免担保 咱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个 打造一个更高端的有机蔬菜品牌 孙叔姐 这儿写的 购建 产销 扶贫 闭环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呀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网店 还能帮助我们提高销量 但是呢 咱们的菜呢 就是要经过人家极其严格的审核 只有审核过了 才可以参与这个机会 那太没问题了 孙叔姐 咱们村现在的有机蔬菜 绝对进得起考验 我在想啊 把我那个美食视频 做菜的这个程序 再向前提拓展一步 从采摘新鲜蔬菜开始 然后呢 再进入到我做菜的环节 这样就可以让食客啊 从摘菜开始 更加深刻感受到 我们村蔬菜的品质 这个 主意非常好啊 好什么呀 这根本不够 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你说说 要我来做这个事啊 我就会把二叔 用传统农根的方式拍成视频 另外还要拍他摘菜 挑菜的过程 把这个视频 不单单要放在你的美食微博上 还要放在我们股仓 现场滚动反复的播放 让来我们这儿消费的游客啊 或者那些自驾游的游客嘛 看见了之后可以切身感受到 我们后市沟村有机菜的 是按照自然农根 精根细做的方法 是有机菜的上登品 你这个想法真挺好的 不光更详细更具体 而且也更往前了一步 而且这个菜啊 不仅仅可以放在桂兰姐的 网店里卖 还可以放在我们股仓来卖 用饥饿营销法 每日限量工艺 今天卖没了 明日才来 还真的有点意思 咱们真的可以在股仓前面 专门收拾出一块区域 把咱们那些品相上乘的蔬菜 摆在那儿进行销售 而且把它做得更像装饰 像花店一样 还有啊 我们要把这个菜啊 弄成一个新品牌 可以叫做食材花园 区别于我们后市沟村 普通的有机菜 食材花园 好 就这么办 你明天就带着你的积极设备 去把二叔那个种菜挑菜的过程 全拍成视频 孙师姐 徐老师 你们俩脑子就是不一样啊 就这么随便火花一碰撞 就把咱们后市沟村的这个提高 有机蔬菜的档次的思路 全部都给理清楚了 没有 桂兰姐 你别这么夸我 是人家的功劳 是人家的脑子好使 我算什么呀 我去睡觉了 好 孙师姐 他又怎么了 没事 小孩嘛 就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不高兴 这个 咱们啊 还得好好再研究一下 嗯 好 好 啊 还有 点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儿伤了呀 给我看看 内伤 我的心梦想破灭了 内伤你也聊了有半个多月了吧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躺着呀 媳妇 你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你啊 现在就给我振作起来 来 起来 媳妇 你不懂 我现在是心如刀割 心如刀绞 心如死灰 心醉了无痕 优优 你听我说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媳妇 你真好 快来嘛 快 你看 媳妇 这就是你要送给我的礼物呀 你看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食材花园高端有机菜 这个是我和孙书记 共同打造的有机蔬菜品牌 每天限量供应 股仓可以买到 在我新开的淘宝店也可以下单 傻媳妇 你跟着孙书记下忙活着干吗呀 咱全村的地 最后都得给张子浩 到时候咱俩就拿笔补偿款 在城里买套房 把奶奶也接上 咱就过小日子得了呗 我才不要什么补偿款呢 那样没两年就被你败光了 我呀 就喜欢她她实时种地 看着蔬菜 在地上可爱地生长 每天都有收成 这样的日子才踏实嘛 对对对 媳妇 那你就踏实吧 我怎么着都配合你啊 你不先玩 我躺会就在 你给我回来 不是 我在躺会 回来回来 不是 我没劲 我跟你说啊 你听清楚 从明天开始 你给我骑着这辆三轮车 城里送货去 道儿 什么 你让我给你当跑腿的送货 我的工资怎么换 我淘宝店的收益 二八开 你二我八 四六块 少一份我们干 三七开 再也不能多说了 穿书记啊 车里面 想活着 走 小雨琪 你去哪儿啊 谢贵兰说 要给他那个网店找个快递员 就是你啊 不错不错 贵兰还是很聪明的 有效利用自己身边的人力资源 孙书记 您给评评理 我作为谢贵兰的合法丈夫 他这么支持我给他跑腿 合适吗 合适啊 再合适不过了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一天到晚没事干 而且这身衣服挺好 穿挺精神的 是吗 您不知道 我是咱村的第一美剑 孙书记 我真不能跟您聊了 这么一车子的菜 我要是不抓点紧啊 跑到天黑都可能跑不完 你没问题 拿出你连夜罢名李建恩 找人签名的劲头 我相信你肯定行 孙书记 不带这么接人短的 我真走了啊 好 走吧 走吧 看来还是开得不太顺 走了 走了啊 好 走 不要先注意安全啊 刚才你说的食材花园 高端有机蔬菜 每天销售再三百公斤 其实股仓这边啊 股仓这边 每天销售两百公斤 而且有很多回头客 都是开着车 从西海市到我们村里买菜的 我这边网上的回头客 我也都记下来了 请他们为我们每次提供的蔬菜打分 另外赵玉喜在送货的时候 我也让她多跟他们交流 吸收一些反馈和意见 你别说 现在的人啊 还真肯为好蔬菜花钱买单 那肯定的呀 现在这个生态食材 安全食材的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了 尤其是针对年轻消费者 只要他们认为值 尤其是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是安全的 他们就舍得花了点钱 所以咱们一定把这些客户群体啊 给它牢牢地固定下来 形成一个长期的联系 我用互联网模式也思考过了 我们应该要把B2C O2O C2C等模式结合起来 大力推广 社区直销蔬菜的想法 徐老师 你太厉害了 你这说的什么O什么T的 反正我一个都没听懂 对呀 这什么T什么呀 你也不懂吧 小徐说的这个概念 就是省略掉中间环节 把产品直接送到的客户 这个非常好 所以呢 咱们也不仅仅是 高端有机菜可以这么做 我们普通的有机菜也可以这样 咱们针对不同的消费层次 消费群体 好啊 孙书记 那我们蔬菜合作社就赶紧推行 社区直销模式 好 徐老师 我发现你最近脑子挺好使的 好点子层出不穷的 这不是要离开这个村子了吧 也给这个村子做点贡献 也希望有些人能念我的好 不是 徐老师 干嘛去 走哪儿去啊 是啊 徐老师 你跟孙书记搭配工作 不挺好的吗 孙书记 你们是不是弄什么别扭了 哪有什么别扭啊 这 这自己一天到晚那儿要走 对了 清河 现在海青茶这块怎么样 茶这一块现在产量是上去了 而且品质都非常不错 只是咱们这个茶在市场上的 知名度还有认可度 都不太好 是啊 这茶叶在咱们国家来讲啊 其实是比较饱和 所以呢 咱们这个茶要想推出 肯定也存在于一个充分的竞争 这个老客户 老渠道 都得逐步培养 总之你这次回去啊 先把这个海青红 海青绿 这两个品牌的商标 给注册下 好 孙书记 我回去就办 还有 咱们民宿这块现在怎么样 民宿现在挺好的 大家先安定下来以后呢 这个上课率已经达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了 好 继续保持 孙书记 你这是 你这是带着一堆娘子军开会呢 你说你们 玩这种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呀 你还不如赶紧劝劝大家 把地租给我 然后大家一块儿拿钱 这不就省心了吗 长子豪 看来你对农村 对农民还真是不了解 大家希望既能把地留在手里 同时还能挣钱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 想法 李英 你知道多米诺骨牌吗 我告诉你啊 只要第一张牌倒下去 紧接着就会 稀里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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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倒到最后一张 身不由己 包括你 你也不例外 正好 在这里呢 我也要向大家预告一下 我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马上就要出现了 你们家这个租金呢 这个地啊 每亩每年是 四千块钱 一共租二十年 如果那个张总一次性扶清呢 那是五十六万三千六百元 没问题的话呢 在这儿签个名 让我按个手印 那别人家都签了吗 那 别人家都没签 我们家先签 会不会吃亏啊 不可能 先签后签都一样 这是明码标价的 对 我们还是看看别人家 签成什么情况 我们家再签呢 走走走走走走 你学坏了 李主任你真让我签 这第一个呀 老师啊 就冲你在孙明大会上 不怕得罪赵玉玺 义无反无地支持我 当这个村主任 这头一份非你们家莫属 这是荣誉啊 村里这么多老少爷们 我是一晚费 还有好多是长辈 有一个人签 我就签 真的 张总 只要有一个人签 行行行 这荣誉啊我给赵五去 历史性的一刻 什么 你闭嘴 签你的 好 好 来来来来 按个手印 在你的名字上 一周之内 五十二万五千四 就打到你的账户上 来 这儿 我还是不想签头一份 这样 赵五 如果你摁下这个手印 我再追加你两万 好嘞 你过来 过来 好 咋了 我说你是不是啥呀 稍微有余 你就多两万块钱 那别人家有万钱呢 不得比咱家都好多钱呀 我赶紧过去说 我 张总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但是呢 这个头一份合同啊 我们 还是不能签 不速 赵总 什么玩意儿 这跑了多少家了 一点儿成我都没有 李睿 你这个油水工作怎么做的 都分析分析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张总 这今天咱们最后一家的时候 您真不应该当着他们的面抬价 您要是不抬价 这第一份可能就签下来了 这帮人贼着呢 是吗 有点忙事 不对呀 他们就是因为 不想签我才抬的价啊 对不对 反正我现在是看出来 让你们农民集中起来干一件事情 真的太难了 是 农民啊都愿意随大溜 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 那现在这么拖下去怎么办 林如蕊 你觉得租地这件事情 还能不能进行下去了 你说 张总 您先别着急啊 我觉得要不咱们换个思路吧 你说 换什么思路 咱先别找这些普通村民签了 那你们村还有不普通的村民啊 不是 我是说 咱们应该先找一些 有影响力的村民去签 如果这帮人签了呢 那些普通村民肯定会跟着签 也有道理 那就这样 赶紧找你们那个什么 不普通的村民 尽快地形成羊群效应 好吧 好 行了 就这么着 我睡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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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姨啊 三文艺的你干嘛呀 啊 面刀工啊 肚子饿了 给自己做点事 伤心凉粉 怎么 这凉粉看起来不够伤心吗 那你知道这个菜它为什么叫伤心凉粉吗 因为它是凉的吃起来很伤心 错了 因为它足够辣 吃一口眼泪就辣出来了 所以叫伤心凉粉 尝尝啊 你这个做的呀 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 应该用小米辣而不是杭椒 第二 一个凉粉啊冰冻的时间不够长 你能不能不要评价我的手艺 我只是纯粹要填饱我的肚子 那你可以蒸一锅米饭吗 有机哦 我在说你一招乔的呢 你之后 要不狠凉粉 会不会来水 而且我一直被厚实公尊牵绊 影响了我去追求我真正的梦想 我需要更大的舞台 更大的世界 那既然你已经都想这么清楚了 我就不多说了 你 你接着吃吧 我回去睡了 第三就是这个糖放的有点多 这味道就 就不对了 我去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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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上次罢免我没成功之后 你是不是跟我表过胎 所以现在是你表现的机会啊 你就当这个领头羊 咱们俩尽快形成羊群效应 大规模地推广 姐 我说句实话 我的内心是非常之可好 而且你的工作不是一定要支持的 但是 作为这个羊 我觉得 我不合适了 喂 喂 喂 你们继续 好 继续 你合适 不合适 你别谦虚 我这一点都不谦虚 冯尼玛 不是你老推托什么呀啊 冯尼玛 我告诉你 这个大蒙庄起来以后 我要重用你 财务总监 口渴了吧 我 要不然我给你弄点水喝 不渴不渴 我跟美风 我们俩 真心地感谢你 正是因为有这份真心的感谢 所以我才觉得我当羊不合适 简安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真的 你吧 可以去找四喜 让他当这个羊 你扯淡了 我跟他长期不对付 你又不是不知道 正是因为四喜跟你长年不对付 那如果你把你的政治对手说服了 让他先签了 你想想 你在村民当中的 形象是什么样的 宅心仁厚 义德夫人 心胸宽固 所以四喜当羊比我强 不是 他要是不同意 他要是不同意 我还来找你 简安 我觉得这个事你要坚持 是吧 我啊 一定要让他签了 我 干 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 咋了 你签不要啊 你城里不买房了 你不配儿子读书了 你你你 你给我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去 快速做 我能不签吗 我能不要吗 我告诉你 谁先签 谁吃亏 往后拖一拖 补偿款更高 去去去去去 你咋那么肯定呢 我咋那么肯定 孙书记是不是跟张子浩在斗法 张子浩如果土地政策推行不下去 钱是不是 给的就够了 喂 那你其实终于是不是 我不也是 他五老大 哪有 我勇想呢 不然他 承ij 试快 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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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是吧 那我走 有事 那就说呗 不过我善意地提醒你一下 我现在的时间可是按分钟计算 行行行 长话断说 雨昕 你说咱们俩 这么长时间不对付 到底为啥 我仔细想了一下 咱俩是有仇呢 还是有冤呢 都没有啊 对不对 而且你也看到了 咱们村现在这个大局啊 建设现代化大农庄 那是势在必行 谁要是阻挠 那就是躺币当车 一单快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你带头 好 先把你们家这个租地鞋给签了 这样呢 咱们俩就一笑命恩仇 你把你们家的租地鞋给了 就应该可以 他们很不符 我一定会有的 这一天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